在这里讲话,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都是无声,都是妙用,都是先性 都是心性 这叫进佛境界 那么能够这样进佛境界的 他心里自然欢喜无量 终于在生命中找到了 彻底自在的 保护神 这个是欢喜啊 用欢喜这个名称 欢喜地呢 这个地针对前面的住 行 像 住行像这三个都是动态 住也是属于动词 实住 实行也是动词 实回像也是动词 唯独这个地 使不动了 用这个地来形容 一是你如如不动的本质 大地 一二呢 大地能生长万物 我们大家都在地上生长起来的 所以用心地来表示 如来的这种德性 这个佛的境界 这里面 我们需要解释这个境界呢 境是他内在的觉受 说这个人境界很高 境界很低 境是他本身内在的状态 内心的状态叫心境 你今天心境好不好 这佛的心境 内在的觉受 内在的觉受 没有像的 就是佛的境 佛的心境 无身面 无形象 无内外 无大小 我们也感受一下 大家观察一下自己的心 你不要找到一个东西 如果找到了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就不是 但你要找 找不到 啥都找不到 找不到 你说我 我找不到 那个我也不是 内在的境 是没有局限 没有狭隘的 没有方位 没有样子 普遍 一切 这是佛的境 境呢 是有界限的 这个状态 这个样子 无相的这个样子 跟有相的样子 是有区别的 这个区别 你要清楚 要是不清楚 那你也不是境界 比如说 我们现在的心 观察自己的心 没有形象 因为山和大地啊 都不能作为我们的心 你回观反照 看自己心的样子 很清静 或者不能用清静去形容 不能用任何名词 去形容 不能用任何的形容词 去形容 你的心是什么样子 没有样子 但也不能用没有样子 去形容 看到没有 看到了没有样子的 同时 我们又看到了 这是杯子 对不对 这有像的 这是书本 是有像的 可是你的心呢 既不是杯子 也不是书本 也不是做梦 也没有妄想 心里面就没有像 没有像的心 跟眼前 大家看到的 这个像 没有矛盾 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按哲学家说 一个是精神世界 一个是物质世界 物质世界 往然存在 这就是戒 就是你的心 已经是没有戒了 已经是完全 逛穿 十方三四 叫三济平等 十方圆融 你的心是已经是 那样子的心 可是眼前的 这个呢 东南西北 上下四方 还是清清楚楚 摆在你的眼前 你想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切数据 一切文字 脑子里面 也可以想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动的 内在的静 跟 可以打幻想 可以看得见的 一切成的 这种戒 戒别 并没有矛盾 而且是相安无事 这就是境界 叫如来的境界 没有动摇 又分得清清楚楚 所以讲 敬佛境界 每一种戒 他要分清楚 如果这个戒没有的话 那佛怎么讲因果呢 他怎么会知道 有因果报应啊 如果戒没有 他怎么会分开 十法界的差别 有六道 有四圣 有三二道 有三三道 有各种因缘果报 各种夜感缘期 所以这个戒 是后德制 是有分别的智慧 这个境 是你内在 无分别的根本制 佛的境界 就这两种 在一起的 那我们讲 如果我们是一个平常的凡夫 说你这个人 有没有境界 我们心里就知道了 我心里感受是什么 我对这个世界 是有看法 有想法的 这个看法 想法 别人看不到 我心里清楚 然后你心里清楚了以后 你就会开始 去分别 你找的朋友 是一个什么样的朋友 你从事的事业 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业 你平常生活态度 是什么个生活态度 你的戒 就区别开来了 就这种境界 通达佛的境界 在自己内心 它产生的两种觉受 一种是喜欢 哎 这个境界太好了 喜欢 我们喜欢一个东西 常常是有理由的 因为平常 很多东西我们不喜欢 骂你不喜欢 这样不喜欢 那也不喜欢 轮回不喜欢 生死也不喜欢 不喜欢的东西很多 那么相对来说 我们喜欢的东西也很多 那么以我们从小到大 从前面 发心修行 乃至释迦行的最后 你喜欢的境界是什么呢 你开始 就说我喜欢空 空什么都没有 有多好啊 后来想想不对啊 空什么都没有 我又不能为别人做事情 看来还是要立他好 觉得能帮助别人 真喜欢 但后来想 老要想帮助别人 也不是好办法 气露中道 帮助别人 就是不帮助 不帮助的时候 正好也是帮助 圆融起来了 所以从这个 回向的最后呢 他通过这个方法 他就发现 这些每一个念头当中 都具足了 如来二字 每一个念头 在内心精神世界 每一个想法 想法的背后 都是无我的 无生的心 然后想法 都是有向的 就是戒 想法 无生的心 就是你的心境 你内心的境 那么想法呢 你肯定是想一 想二 或者想张三 想李四 都是有戒的 他就有具体的一个戒别 你的境界 就觉得 内心的境界 非常清楚 没有障碍了 然后你对事 对物 对外界呢 也同样 你看到他们都是无生 然后他们的 这个痛苦和快乐 他们需要什么 你去观察 你去帮助他们 你可以通过各种形式 去引导他们 呵斥他们 这样一来呢 你在有向的外在事物上 这个境界也很清楚 来去都没有障碍 去就是指 在有向的事物上 继续分别 你心里打很多的妄想 或者你每天做很多的事情 跟很多人接触 都没有关系 就是去 往外的 来呢 往内收 所有的事情 在当下一收 就是无相的 就是不生命 所以来去都能自在 不是说要跑出去 而是你的心 随时都能自在 这个东西 实在是太欢喜了 太喜欢了 随时都是空性 随时都是利他 所以欢喜地啊 是心里很踏实 落地了 我们说你这个事情 落地了没有 脚跟点地不点地 按禅宗的这个公案讲 点地 就是到这个位置了 你到家了 你回家 回到家了 我们那个 一行常诗提倡的 这个不行常里面 就有一句话 我到家了 我安心了 我欢喜了 我自在了 他不停地在那里念 我到家了 我到家了 其实带着我 到不了家的 有我那个 其实不是家 你这么念着 念着也蛮舒服的 但真正的地啊 就是你到家了 你踩下去 哒哒喳喳喳喳 这叫脚跟落地 喜欢 是你主观的心态 真的喜欢 就是 当一切有相的时候 在你前面展现 你可以退一步看到 无相的不生不灭 也可以进一步看到 有相的作用 就是你的心性 你看 你退进自如 伸出自如 所以 这个中观 八不中道 讲了 不生一不灭 不一一不一 不来一不出 不禅一不断 就是生灭来去 禅断 一一 这一切法 你分开讲也好 给他总和起来讲也好 你讲人有千差万别的人也好 讲人就是人 也好 你讲六道 有六种众生也可以 讲六道众生 都有佛性 就是众生 也可以 身说自如 大小自如 多少自如 都没有关系 所以 心里面 对这种心态呀 对这种内在的 精神上的这种觉寿 内心的感觉 非常的欢喜 就非常喜欢 非常喜欢 没有什么东西 比这个心境 比这种觉悟 更加喜欢了 主观的 第二个呢 这个喜 是不自觉知的 叫欢喜 地呀 就是 你的生命的存在 原来 我们在六道中 常常是 以苦 作为我们生活的 核心 三二道 是表里 全部是苦的 三二道 表里全部是苦的 这个天人呢 表面 是快乐的 核心 是苦的 我们这个人道呢 是表面跟内心 都是有苦 有乐的 所以人知道 追求 快乐 舍弃痛苦 二层人 痛苦舍弃了 没有快乐可言 所以 大乘 见性的菩萨 痛苦 完全舍弃掉 快乐 完全生起来了 说的 再深一点 就是 人家认为的痛苦 到菩萨这里 也成为快乐了 这个厉害 这个比一般的 修行人 比一般的 世间的哲学 都要厉害得多 所以不为自己 求安乐 他本来就在 安乐的世界里面 他还求什么 你有一百个亿了 你说我希望得到一万 一百万 两百万 怎么可能呢 不符合 逻辑思维 因为他的整个身心 就已经在欢喜的地上 不需要再求快乐 所有痛苦 都舍弃了 但是他看到了 众生有苦 所以说 但愿众生得离苦 这就符合逻辑了 所以 欢喜地的菩萨 他因为内心 充满了 对生命的一种喜爱 就是喜欢 登地菩萨 见到浮现的菩萨 不可能自杀 但正四国罗汉的小成人 他有可能自杀 他不喜欢这个 有漏之身 但是菩萨为什么不能自杀 他不会自杀 因为他看到了 他生命的存在 就是一种欢喜的存在 找到了 欢喜的窍门 所以 欢喜地的菩萨 还是所修的 为布施 他的布施 这个时候 再修布施 是全方位的布施 大家喜欢学习天台原教 就知道 佛讲的 在法华经上讲 开始误入 佛的知见 这个误入佛的知见 入 就是实地菩萨 出地开始 开是出入 是 是实行 悟 是实回向 入 是实地 这个入佛知见 所修的实波罗密 第一个欢喜地 所修的 布施 当他修布施的时候 他只看到 整个世界 都是布施 无意乏 不是布施 众生 也在布施 自己 也在布施 众生怎么在布施 你看我们大家 每个人坐在这里 我们早上 吃进去的饭 在肚子里面 开始消化 消化的过程中 有多少的细胞 多少的众生 在那里抢着吃 抢着我们那些 身上的营养 血液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举动 都在修布施 都在付出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锻炼讲课 你们在这里 硬着头皮 在这里听 布施 时间 培养我 讲课的能力 那我要不讲的话 我就没这能力 就能看到 众生 随时 在修布施 那我也是 在修布施 把我的生命 布施给十方法界 十方法界的众生 都把他的寿命 生命 布施给 十方法界的众生 所以修布施的 这个欢喜地的菩萨 他看到 生命在 只有布施的生命 是 有意义的 是欢喜的 没有布施的生命 不欢喜 没有认识到 你的生命在布施 你也不欢喜 你已经在布施了 但是你要认识到 这是布施 那你就是欢喜了 所以如果你在家里 干很多活 家里人都不干 你很辛苦 他都不说你好话 你知道你是在修布施 你何必让人家说好话呢 你就心而理得了 你为他们做什么事情 做了 也就做了 不管是亲人也好 仇人也好 做了就做了 如果他跟你有怨仇 借了你的钱不还 那么你那钱 正好就布施他了 不慌也无妨 正好成就了 你修布施 人家要骂您 要说你 诽谤您 那你以你的名义 让他 徒口福之快 他在那里讲 牧师讲得很开心吗 正是 你以你的名义 布施给他了 本来你的名是好的 他说你坏说完了以后 你遭到诽谤了 你的名已经布施给他了 所以 世间 所有的一切交往 都是布施 一切都是布施 这是 欢喜地的菩萨 能看到的 三轮体空 是没有能师的我 没有所识的法 没有 布施的量 没有布施的量 看到了 你 我 大家 本体都是无声 全体 都是妙用 从无声一面看 三轮体空 体 就是空的 从作用一样上看 这个 布施 三轮 其实就是妙有 就是一种 生命存在的意义 所以 我们看看 这个世间的哲学家 我们儒家讲 人生在世 立功 立德 立功 立言 成为三不朽 干嘛要立功 干嘛要立德呢 你有德 你以德 布施给天下众生 你有功 你有功 恩加于天下众生 你立言 以言 来引导天下众生 就布施嘛 那佛法里面 对于布施的内容 以及布施的心态 布施的境界 讲的是最透彻 你用这种眼光来看 人生活在世上 意义何在 就是付出 才是你人生的意义 如果从个体的角度 我们生命存在 自我的生命的意义何在 自由是你的意义存在 就是解脱道 你如果连做一个人 连自己的心都把握不了 连自己 心都要在那里痛苦 你活着真是毫无意义 自己的心啊 你说别人怎么样怎么样 那你自己的心 你都把握不住 你还说人家怎么样 是不是 你连自己两个角度管不住 然后你去骂别人说你在那里乱跑干什么 你不是毫无意义的吗 所以要看住自己的心 自己的心不再受伤害了 因为心是无限的 自我最深的生命就解脱了 这是从个人的意义来讲的 从社会的意义来说 你只有布施才有你的意义 也就是说 你能为这个世界付出什么 你能付出都是你存在的意义 如果你不能付出不是你的意义 大家就想一想 你活了几十年了 你到底为这个世界付出了多少 你能付出多少 还一天到晚觉得 他们对我不好 这个对我不好 那个对我不好 你到底付出了多少 付出 如果你为家庭付出 你就活着 在家庭上你活着有意义 你如果为社会付出 你在社会上活着有意义 如果你在人间 在人道当中你有付出 那你就是在人当中活着有意义 如果你在畜生道当中 你买了放生的东西 你在畜生道活着也有意义 你恩加于畜生道的众生 如果你对于草莫丛林 山河大地 都为他们付出 修桥铺路 种树 植林 那你为这个地球 活着有意义 你为环境 没有破坏环境 去保护环境 你为这个环境 活着有意义 你为六道众生 善恶的宽架 给他梳立起来 然后你还告诉他们怎么解脱轮回生死的痛苦 你就在善恶的世界里面活着有意义 如果你心里没有鬼 你心里有光明 你就在鬼道的众生当中也活着有意义 所以佛才叫三界导师 四生慈父 为什么他有这个名称 因为他在三界四生当中活着有意义 他的生命是为这些众生活着的 所以出地的菩萨 他的布施 就是你修的这个布施是欢喜的 活着有意义 并不是为了追求这个意义而活着 是活着开心 活着喜欢 活着欢喜 内心中喜欢这样活着 然后在活的过程中 他能给人带来欢喜 所以出地绝对是欢喜地 而实地它都有共同点 第一是不动 第二是生长万物 所以华言经讲 佛者绝也 犹如大地能做一切众生 披护 医护 依靠和保护 就是 觉悟了 看到心中 最内在本质的真心 没有生灭的 看到了 然后还能够 做一切众生的依靠 一切众生 都在大地当中 吸取营养 实际上 大地的营养 哪里来的 可能也是 大地上的一切众生 给他的 互动的 你活着有意义 能够布施给众生 其实众生都不停地布施给你 你能够对他好 他一定会有好的方式对待你 好的方式 以什么方式不一定 但是他一定会有好的方式对待你 哪怕他不理解你 骂你的时候 你如果对他真的是好 骂你也是好的方式 会使你更加不执着 对他的这种要求 所以 地上 能生长万物 地能够包容一切 地能够吸收一切 所以心地保障 这句话 是佛法里面常讲的 佛法就是心地法门 心就是大地 我们从这个大地来看我们的心 非常有意思 你看 这个世界 最低的地方 也是地 最高的地方 也是地 喜马拉雅山 我们讲这个地球 最低的 踩在你的脚下的 就是大地 我们常常 在很失望的时候 在很难受的时候说 某某人把我踩在脚下 是不是 被人欺负的时候 觉得别人把你踩在脚下 我们去过印度 到过林山 去朝拜过释迦佛 曾经在这里 讲经的地方 那我们很感慨 灵山 它灵在哪里呢 就让你们都从我的头顶上迈过去 踩过去 把你们的生命 把你们的智慧 拖起来 这就是灵山 但我们的心 如果也是可以让众生从你的心上踩过去 你把众生的智慧和福德全部拖起来 你这个心就是灵山了 这种大地的作用 被你踩在脚下 但是它可以生长万物 最后呢 万物毁灭 剩下来的一切营养 又都归于大地 因为它能吸收一切不好的东西 尸体 最脏的最臭的垃圾 全部都在地上 它能吸收这一切 所以它才有足够的营养 去供应大地上生长万物 所以如果一个人 不会生孩子 想孩子想不到 你观察它是不是太爱干净了 特别爱干净的人 他求只求不到的 你会去观察 如果有特别爱干净的人 他求只求不到 你就告诉他 你要喜欢脏一点就好了 因为小孩子都很脏的 一把石一把尿浮起来的 很讨厌石很讨厌尿的人 他就是不会生孩子 原因是他的心太爱干净了 那孩子都是脏的 脏的跟他无缘 你想要要不到了 如果你的心 只容纳干净的 不干净的你容纳不了 你不会有足够的营养 去滋润众生 所以菩萨的慈悲 在心中不但是包容 不只是包容他们 而是一种 在包容的基础上 是一种实际上的受用 你看看 古来大德 大凡修行有成就的人 你在他面前 赞叹他 恭敬他 礼拜他 他都不会觉得很受用的 他不会说 哎呀 你这样子真好 没有这样的 但是你指出他的毛病 你说他的时候 他一辈子都在那里受用 红衣大师 在讲法 在去写字 他说以书法来 这个给众生结缘 后来就有一个15岁的小局势 给他写了一封信 所以你一看自己几个字写得好 到处去做广告 这是不对的 哎呀 红衣大师 一辈子都记得他 但他还是要给众生结缘 他主要是你的心态 并不是 炫耀自己 你看看 所以呢 真正有修行的人 他不会内心 接受不了别人的建议 也不会接受不了一个坏人 你坏人在这里 但你这个坏人 怎么去改善他 大地 就是要接纳 一切腐烂的 腐败的 腐朽的 残渣 我们有看一些坏人 都说这是人渣 不是好人 你也要去接受这个人渣 因为腐败的东西 往往是最有营养的 腐烂的东西 可以当肥料吗 是不是 遇到了灾难越多的人 他的生命力就越强 你经历的痛苦越多 你生命的深度 也就越深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到了极致 世间就 任何一切法 任何一切成 都是容纳在佛法的 规范范围之内 所以佛法 就是心臂法门 佛法就是包含 世间一切万物的 法门 没有一个法 能够逃出 佛法之外 尽管有些宗教说 佛教是 是魔鬼 他说尽管他说 但是他们所有的思想体系 思想理论 都在佛法的包容之下 有些是世间法 有些是初世间法 有些 是世间的善法 有些在善法当中 还夹杂着恶法 并不是纯善的 有些纯粹就是恶法 颠倒的 那佛法 就在这个心地当中 就可以观察到 世间一切万物 从我们个体的生命来说 我们这一生 能看到自己的真心 把自己的真心看到以后 把握自己的生命 让自己的生命 能够散发出 智慧和慈悲的光明 慈悲的光明 这个 从个人来说 我们就已经很圆满了 就是你的光明 散发到什么程度 那要看缘分 看我们的力量 就这个方向 认识是一点没错的 如果不从自己的内心 去学习佛法 那我们是种善根 结善缘 并不能落实在 自己的心地当中 也打不开你的心地保障 真正的宝打不开 你不会真正得到欢喜 所以我们讲 出地菩萨 他内在的这个修正 就是明心 见心 见到佛性 见佛性以后 他的所作所为 就是不失 付出 才是他生命的 唯一的意义 为众生付出 为山和大地 一切万物付出 也为自己活着的 这个生命去付出 付出是唯一的意义 在自己 见到了心性 和付出的同时 他内心 是喜欢这样 喜欢就是心甘情愿 在喜欢这样的过程中 针对所有的人士 他自然的心态上 会有种愉悦 愉快 快乐 喜欢是一种价值评判 我喜欢 我不喜欢 愉快 愉快快乐 是直接的心理感受 感受 所以他喜欢的 是他快乐的东西 有些人 也是搞得 皱着眉头 去打坐 你这么苦 你还打坐干嘛 他说这个我喜欢呢 他说这个我喜欢呢 也是这样的 但是他的喜欢是一种痛苦 不是快乐 但你真正的出地菩萨 他是快乐 不是痛苦并快乐的 而是快乐并快乐的 喜欢并快乐的 这出地菩萨 那么出地以后 我们就不多讲了 因为出地本来就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我们认把别教的这个见性拿过来放在原教这里讲 目的有两个 一个呢 就是原教本身 虽然他背景 他的思想背景 已经是圆满的佛 无话可说了 但是他内在的境界 还是有一层一层的往上走的 你看 一个 是建立在空的觉受中去布施 一个是建立在利益众生的份上去布施 一个是建立在要向往中道去布施 一个是生命存在就是为了布施 那不一样的 他的这个境界上还是有高低的 但他整个背景的认识是一样的 这是大开原解 就这是原教上 我们需要再讲一讲 就为了这个道理 另外一个目的呢 就是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也了解别教的次第 按通常的人学佛 我觉得我们了解别教就比较容易了 因为别教讲前面的三十星 三十星就是十足十星十回相 这三十星叫贤卫 圣贤呢 圣人和贤人不一样的 这三十个位叫贤卫 贤卫是什么 就是你很贤卫 你通情达理 通情达理的人叫贤卫的人 他已经 这个凡夫的思想感情 所执着的所向往的 他是明白的 这个佛的道理 他也明白了 这二成要空 菩萨要立他 佛要中道 这个道理他明白了 叫通情达理 那真正叫通情达理了 这叫贤卫的菩萨 三贤 叫住 行 相 这叫三贤 三贤以后出地叫登地 叫实地 实地菩萨叫 圣人菩萨 所以圣贤是这么区别的 贤卫以下 都是凡夫 这圣人 贤人 然后凡夫 凡夫呢 按别叫说实性位以下 都是凡夫 我们是具足了 正性 相信有佛菩萨 相信佛法 相信自己的生命 可以这么圆满 这个信心具足是凡夫 然后呢 你已经通情达理了 你就是做得很 自我 已经看透了我之 不再围绕自我 那就是很贤惠了 贤为 然后再进步呢 这个欢喜地 就是登地 所以我觉得 别叫学起来 比较容易接受 就理解起来很简单 因为它的层次很分明 远教呢 这个直接都要从性 就是佛性上去讨论的 所以稍微有点难 这两者融在一起讲 那么这样学下来 如果你教理基础不好的 你讲还是讲不来的 我跟你说 你这个想去讲啊 就一讲出地 一讲这个实柱 会讲 讲混起来 搞不清楚 会讲混起来 那教理基础 学得好了 那你不会混的 所以你这句话讲的 哪怕你不讲是别教的观念 还是原教的观念 但是你讲出去了 你就知道 自己是站在哪个角度讲 这个是两个目的 所以把出地呢 给大家再讲详细一点 后面呢 就是一词内推 内容很丰富啊 一词内推 我们往下学呢 就是以十波罗命 作为根本 既然出地 是觉得 不思是你生命 存在的意义 那么二地呢 你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地是什么 大家看经文 异性入同 同性一面 名离构地 简单哈 八个字 二地叫做离构 异性入同 异性 这不是男女性异性啊 这个异性 就是异生性的简称 异生性 异生性是什么 就是 变异生死当中 每一段生死 都有差异的 这种性质 六道的凡夫 叫异生性 因为每一次的生 都不一样 我们今天跟昨天 不一样 这一生跟前一生 也不一样 我跟你 不一样 这个世界没有 两个同样的人 双胞胎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 一生性 是六道众生 各有因果 各有业力 不同的业力 感召不同的业果 即便是共业 也是有别业 参与在一起的 我们大家 在这里 共业 是我们大家都是 在一起学习 人严经 别业 那么每个人的 学习的态度 方法 莫敌 不一样 感受 不一样 所以 异性 入同 这是一个 修行的 提高境界的 一个简单的办法 怎么个异性 入同法呢 我们以前给大家 讲过一个词 叫做 射别归种 记得没有 射 就摄像机的射 别就是差别 把差别的像 射入在 总的 共同的向上 比如说 我们的 脸上 有五光 眼 耳 鼻 舌 对吧 身体 这各个差别像 看得很清楚了 那么 我们去分别 这个差别像的时候 你别看 眼睛两个 眉毛两边 对吧 嘴巴 还有两边要多 你一想呢 这个很多 内容很多 分开了 如果你看 这就是头 好了 你的心就变成一个了 差别像 就消失 你讲头 就已经包含了 这个差别像 在一个家庭当中 妻子 丈夫 孩子 父母 差别 那么你有差别以后 就分开你 我 这是我哥哥的 这是我弟弟的 这是他家的 这是这是他用的 这是我用的 差别像在那里 很多烦恼 都是因为 差别像 而导致的 所以如果 你想到 我们是一家人 那就好办了 一家人 还说两家话吗 就不会吵架了 诸位 你们在家里 如果吵架的话 以后 告诉你一个秘诀 你第一句话 要说的 你就说 我们是一家人 好 我们一家人 来吵吧 你只要说 我们是一家人 好了 他吵也没意义了 要不要试试看 不管跟谁 你要吵起来了 或者你心里就想 你说 好 我们两个吵 我们是一家人 然后再吵 没有怨仇的 那么如果是 一家人 两家人呢 这是一个村庄的 好 两家人 一个村里面有很多家 几十户人家 你想几十户人家 还是你家管你家 我家管我家 但我们想到是一村人 又变成一了 一就是同啊 很多的村呢 变成一个地方的人 一个正的人 一个国家的人 一个地球人 我们大家 地球上就是一个人 就是地球人 地球人还不够啊 还有 还有畜生到 还有众生呢 我们说 一个生命 我们只拥有一个生命 那大家都是生命 所以把这个生命 又设在一起了 所以佛才能说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 智慧得相 你看 这句话 一切众生 是千差万别的 众生嘛 但是他说 皆有如来 皆 就是前面的全部 都有如来 你有没有感觉 如来这两个字 就好像是 一大把东西 中间的一个 一个绳子 给他捆起来的 那个头 一抓 全部都抓起来了 设别归种 我们端午节 有没有吃粽子啊 那么很多粽子 捆捆了 一个一个 中间有一个绳子 给他一捆 一拎就拎起来了 一切众生 用如来给你 一拎就拎起来了 所以一切众生 都有佛性 佛性是变满在 我们的整个身心 用佛性去看 众生平等了 差别像消失了 你不用这个佛性去看 差别像太多 所以 仿佛总是着相 着是非 人有智慧与此的不同 有贤与不屑 有各种各样的 前因后果 但是你想到是人 那就是一样的 没有一边区别 想到是众生 也是一样的 所以 一心入同 这是二地菩萨的修行方法 也就是说 你最深 活在这里 在初地菩萨认为 布施是你这个世界的 存在的意义 第二个是持戒 就是没有污朗 什么样才没有污朗 因为你跟众生是体同的 是完全等同的 你只有认识到 你跟世界是一个 这才是你的意 好了 是一个 我们要不要持戒呢 我的这个 脸 耳朵 鼻子 嘴巴 他们是不是要分工合作呢 我们有时候说 舌头 跟牙齿这么好 还会打架 其实我估计 舌头跟牙齿是不会打架的 最多是不小心碰到它 你把舌头咬下来了 咬了一口 你说哪个人愿意 把自己舌头咬一口啊 那个牙齿 他也不愿意的 这是上火了 牙齿肿起来了 舌头藏了 哇 一摇一摇下来了 不愿意的 所以 你只想到是同体的 基本上不愿意伤害 有没有人 一天到晚 打自己的脑袋呀 也有人敲自己脑袋的可能 他敲脑袋为了 为了让自己的脑袋清闲一点可能 所以 只想到同体 你一定会遵守规则 你只要想到 我吃辣的吃进去会肚子痛 你就不愿意吃辣的了 有没有说 我这个毒药吃进去肚子很痛的 我还是要吃毒药 没有这回事 你只要想到你的生命跟它是同体的 你就不会伤害你的身体 那么 以这个作为例子 扩散开来 一性入同 好了 所有的众生 所有的山河大地 都跟你是同体 那你愿意伤害他们吗 伤害他们就伤害你自己了 所以 持戒 两方面 一方面 是 止持 这是伤害众生的行为 我停止了 只有不伤害众生 这是你 生命存在的第一个意义 第二个呢 做持 是怎么让你过得舒服一点 你的身心怎么安定 你怎么去 为这个世界 为这个众生 为大家 更加舒服 更加快乐 那 止持 坐持 这叫持戒 那 你跟众生 已经是同体了 你不要伤害一切众生 然后你让一切众生 都能够上轨道 上轨道 不受伤害 又能快乐 这就是 一性入同 所以 二地菩萨 他的观念当中 就是 止持和坐持 不伤害众生 和让众生得快乐 这是生命的全部内容了 换句话说 你存在这个世界 对你自己和众生 有没有 设别归种 能不能把自己的生命 跟众生的生命 连在一起 用这种大乘佛法的眼光去看 人家讲 这个劳无劳 以及人之劳 幽无忧 以及人之忧 待人之劳 成人之美 己所薄欲物 私与人 都很伟大 但他局限在人道 对于畜生呢 对于有感知的众生 对于无情的伤和大地呢 有没有这种态度 佛法就有 佛法是不但不杀任何众生 就是那些草 活生生的草 你不能随意踩踏踏踏的 这戒律里面有规定的 所以 能够异性入同 遵守规范 你的内心 所有的污垢 全部离开了 这叫离垢地 让自己不受伤 也不让众生受伤 而且让众生快乐 不能这样的话 活在这世界上 其实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这是 那么 异性入同以后呢 同性 你灭 同性也要灭掉 因为你感觉有个同性 还是有个东西在 有个一 我跟众生是一体的 有个一在 这个一不灭掉 你不能完全是离开这个成购 也就是说 还是以世俗的价值观念 来圈套 套自己 也就是说 你不踩 这个深潮 是为了环境资源更好 我更好的生活 更好的在这争夺资源 让天下人过得舒服 天下人都不会来害我了 围绕这个我是不对的 所以不能把一个 一 就是同性啊 这个同 放在心中 要把同也一起消灭掉 那么心中 这个 购物啊 才真正的消除 污垢 全部消除 这个在心态上 我们也可以模拟的 你就可以想 从一个 个体的人 人的五脏六腑 身体的区别 变成自己一个人 是一体 自己一家也是一体 一天下也是一体 一法界也是一体 十法界 又是一体 这么去想完了以后 然后呢 你生活就很简单了 就是不伤害 然后呢 去快乐一点 只要你自己过得 不伤害自己 也不伤害别人了 你的世界 你活着 其实就已经有意义了嘛 这样的生命 就是有意义的生命嘛 你就是在提升自己 就是在消除自己的烦恼了 过去的那些 尽尽计较啊 或者所有的那些 不安的 不好的东西 你自然在先中 就不起来了 所以离构地 很重要 第三个 是发官地 禁忌民生 民发官地 只有四个字了 这离构 是从慈戒 发官地呢 是从忍辱 忍辱 忍受着 污辱 其实也没有 污辱可忍 也没有受 可忍 禁忌 民生 就是 人业经前面有讲过 禁忌 观通达 急到 便虚空 却来观世间 犹如梦中事 看世间一切万物啊 你的内心 跟众生 跟法界 已经完全连成一体 是同性一面 同性也没有 这个禁的状态 会进到了极限 极致 那你的这种 菩提的 慈悲心和菩提心 就会在你的行为当中 自然的流露出来 这个流露 就会是智慧光明的流露 所以叫发官地 我们也可以模拟一下 就是 当你把心 观想一下 我跟众生是同体的 我跟地球 我跟法界 我跟所有的一切三位大地 是同体的 那这个同 在心中也舍弃 就是 一性入同 同性一面 就在这种状态当中 然后你再来生活 再来做事 你就发现 这晋级明生 明就是明明白白的 展现出来 生是指展现 显现 不是生命 晋到了极点 你的聪明 你的明明寥寥 你的表现 自然会在你的心中产生 所以现在我们心里面 如果一个念头都没有 很清静 把一切全部舍弃 全部放下 然后你心中的这种明亮的 透明的感觉 就会生起来了 这个透明的感觉生起来 如果你就秉持这种 透明的感觉 来做事情 做任何事情 都是光明磊落的 这就是发光了 这个发光的前提 还是你的 心地 就心地的光明 特别是 见到一切作用 都是我们的心的时候 那这个光是自然就发出来 这叫发光地 修忍辱 认可 世间一切万物 就刚才说 任何人打你 骂你说你 你都会看他 他的动作一出来 他的佛性就在这里转现了 所以你也没有什么忍辱可忍了 修忍辱 到了这个份上 对你的一切侮辱 只有感恩 只有感谢 连感谢的这个形象 都不存在 所以光明的心地 自然也就展现出来 好 我们上午就先 去到这里 阿弥陀佛